好,我們現在進入整理 一瓶,文官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鶴 好,鶴很多種 那它用的是鮮鶴 鮮鶴有什麼特色? 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頭是紅色 這邊看不出來 然後尾巴短短 這個在秋 它的這個頭頂是 所以這個是安寧赫 這個叫安寧赫 看到紅色的 赫它不管是風的跟武的 它跟天鵝一樣 脾型都是相同的 有一些鳥 它能公武的脾型差異的 那像赫 天鵝 它基本上功能 我們沒有什麼差異 那一瓶的 這是電舞的大學士 正一瓶 我用那個紫色 加出的就是正一瓶 那像上書 更不便的上書 它有主要東西是抽一瓶 紅色是抽一瓶 這個沒有名 以赫 就主要是 赫 是所有鳥類裡面體型最大的 我們除了鵝鵝 不講因為 中國沒有鵝鵝 然後沒有澳洲的鵝鵝 可是 在大的鵝裡面 鵝最大的 有人說鳳王 但是鳳王是虛構的 而且鳳是太后 跟這個在右 太后跟皇后在右 那它的特色就是 紅色的頭 白色的身體 紅色的頭 那尾巴很抖 我們再看另外一張 這個也是 這個秀起來是很明顯 這張也是 所以它的特色是什麼 紅頭 然後白身 這個你們要記起來 這個你們要記起來 然後用的是 頂珠用 紅包 這個是雞符 這個是 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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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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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